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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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嗨 各位早晨 歡迎回到《你故事煞煞煞》 感謝心哥 仗義幫忙 嘻嘻 嘻嘻 他聽不到我說話還是怎樣 你聽到我說話嗎 陳靜心 喂 Hello 喂 我有些信號 不是很清晰 哦 即是你聽到的 我聽到某句 我聽到你早晨之後就沒有了 哦 我聽到我就是說 全喵的 然後是 我說感謝你仗義幫忙 我是聽不到你說什麼 這麼糟糕 糟了 好延遲 現在又會喵完 是這麼奇怪的 那怎麼辦 是不是你那邊 不如我們再次連線 因為現在的信號 你等我一會 好啊 好啊 我重啟我的 你先打招呼 報住十大 好啊 謝謝你 你先搞定你自己 他真的走了 好 那我現在就先報一報個行指 現在正在做21,904 還沒升五十九點 但市成交呢 其實是八百五十億的 那麼 各位早晨 這個星星星 就不知道是不是那個星星星 葛靖澤鼓早晨 那 說回 今天呢 其實他剛剛叫我報十大聲福 那我先報一報 但我要重啟 等等 十大聲福 好啊 今天其實我也要跟阿森哥說 比拉迪 但等他回來先 另外 航運股呢 我都有錄到 是要再跟他說的 那八道呢 現在呢 都升四個百分之 做了138.1 另外吉利 那汽車股板塊呢 我都會繼續跟他說 因為 今天也有很多新聞 另外銀河 金沙 現在呢 都在二龍星福房 大家都在升三個百分之 接下來呢 其實也有一個消息 要跟大家說一說 就是 我剛剛在午餐時間的時候 終於買了票 就會過澳門一轉 對 就星期六 那我打算一下 看看澳門的行程 會是怎樣呢 就打算回來 再跟大家分享多些 那 希望有些好的消息 可以跟大家說一下 說一下有多 那邊的發展 你現在聽到沒有 他又眨下又收下 這樣 他又再練過 那我再等 那現在 身肉類別很厲害 有些什麼號碼 可不可以說 就是那些寶寶樹 可不可以這樣說 1736 因為今天呢 1736 其實最高呢 我看到呢 是有升到上去 先開 聽到嗎 喂 喂 聽到啊 太好了 先說一下1736 對 那升到今天1個2號1 說到哪一隻 今天那些玉兒鼓 喂 是呀 新玉 那些什麼寶寶樹 桐園 喂 現在怎樣 這些是不是道德倫王 什麼道德倫王 今天的升是因為 四川省是開放一些非婚生的子女去登記 什麼叫非婚生 我這個真的不知道 你先說一下 以前 如果你是非婚生的嬰兒 其實他們是不能登記戶籍的 哦 即是未婚產籍 是的 可以未婚產籍 也可以是婚外產籍的 哦 哦 那些應該很難登記戶籍 即是私生籍 對 然後呢 這樣說 我又覺得 對小孩來說 其實他出生了 你沒可能不讓他登記 即是要給他一個名分 因為在大陸沒有戶籍很麻煩 是的 你又讀不到書 找工作做又麻煩 居住 買樓 做什麼 很多事情都做不到 買車都做不到 現在叫做 鼓勵生育的其中一件事 但這個方向鼓勵生育有點奇怪 但不要理會這麼多 會不會今天那些都是 春光鴨 覺得整個國策 怎樣都會鼓勵生育呢 不過你再退一步 其實你鼓勵生育 不是第一天做的 是的 你一直都在鼓勵 現在是否可以生三個 四個不行 現在是鼓勵你生三個 是的 鼓勵生三個 但是生四個是否犯法 現在 應該不是 我估計 我估計 現在是沒有上限的 你現在都不夠出生率 我幫你生多一個 你應該感恩才是 我心冷 你先不要理 不要理合理性 我沒有聽過說生四個是不合法 真的沒有聽過這件事 我就是不確定 因為現在 我再檢查一下 再檢查一下 但是你變成一個國策的 顛覆性是很大的 以前是單獨二胎 單獨二胎已經是一個 很進取的改變 先前是單一排 是的 是的 但是這些歷史不要說 你搞了這麼多事情 去鼓勵生育 內地其實那個出生率 仍然是1.2%多 就是說每個每名婦女平均一生人 就只是生1.2幾個 就是不夠兩個 有很多人不生 簡單來說 還有內地已經是 幾流行晚婚 比起以前可能20歲結婚 差很遠 所以這個令到那個人口老化 是非常之嚴重 是 所以你今天去 憧憬他有個國策 再次去加大力度 鼓勵生育 我覺得是合理的 但是他可以做出什麼呢 是另一件事 炒就無妨 但是你又不要太大期望 我會覺得 因為我今天也有跟大佬 談過相關生育的問題 你是跟大佬談的嗎 不是 因為他講起那些AI智能 然後我們又講一下 講起一些經濟 因為經濟差的話 你也沒有意欲去生育 生育之後我要養育 不是就這樣逼他出來就算 這個我不同意 現在的數字不是這樣計算的 你想想出生率高的國家 永遠都是第三世界國家 先進國家出生率很低 非洲那些就是出生率很高 非洲、印度那些出生率很高 但是你看看美國、日本、挪威、芬蘭 出生率是怎樣 這些國家是不是比較有錢 是啊 所以我身於在香港 我開香港這個地區 是不是 我生完之後 我真的要養育 我真的要付出一些金錢去 你也知道 我有跟你講過 我兒子的公書教學問題 那些 就這樣看過語言治療 我也丟了一個月 要等五位數字去 那你 我生一個已經搞到這樣了 還要加多兩個 你要鼓勵我生三個 我怎樣去養育 很難養育 我就說現在的政策上來講 我覺得還不夠支持 沒有的 你再有支持 其實日本 你現在生一個兒子 其實你 基本上馬上拿到五個東西走 是 即是可以給錢 平均是這樣的 你再說一些言語治療 這樣 我拿去玩車夠爽了嗎 是啊 我拿去吃喝換來夠爽了嗎 你當個個是這樣想的時候 那一些富裕的地方 那個出生率就自然低 所以呢 你鼓勵生育 你其實變相 你在越富裕的地方 你越做就越拉偶上樹 是很難去做的 變成 但是中國現在是富起來的 會這樣做 會這樣做 搞不定 我正在想著國策上來講 今天真的升得挺漂亮的 尤其是那隻補原 還有剛剛有說的1736 但現在回了一點 但我看到也挺穩定的 1736那些 但是這一轉的話 其實是不是真的 可能炒一兩天 還有應該我看到 預先炒上來的 那些1736 昨天已經夾了一棍 是啊 炒了兩棍 炒第二隻可以嗎 有沒有 就是有沒有那些 還有什麼 炒 炒一下寶寶樹那些 那些算 還有那隻寶寶車 好孩子那些算 1761 寶寶樹 好孩子是多少 Goodboy Goodbaby 還是Goodboy 那個是做寶寶車 嬰兒用品 那些 是啊 起碼 他真的是一個大牌子 多人用的 他的牌子 1086 但是今天的高位也會不少 這個也要小心 但起碼 你現在才一棍 是啊 而且 他始終叫突破上面的蟹火 聲勢相對還有少許空間 我只會覺得 是 Garren安慰我說不用怕 拜登說話不留你都做到美國總統 說語言治療的問題 我覺得每天都有進步 但是如果這一轉 我就可能會放棄 我反而可能找其他一些版塊 你覺得韓運股版塊如何 放棄就更加好 其實我不是推介這個育兒版塊 是啊 放棄吧 你都夾了上來 要說的 你問我如果看好的版塊 我還是比較喜歡一些豪島 和那些內需的那類版塊 好了 航運行不行呢 始終都要看著航運價格 和市場對於航運價格的預期 現在航運價格是惡劣到什麼情況呢 去年這個時候 中國平均的運費 即是對全世界主要的港口 綠特丹 紐約 日本 那邊 對全世界的港口 那個平均運費 去年這個時候 就三千多美元 嗯 但現在就說的是 1200美元左右 這個在這些低位 都運行了一段時間 低位運行不等於會反彈 因為始終都是要講 經濟的預期 大家如果很憧憬環球的經濟 可以理順 可以重拾一個動力 這個運費是會重拾的 所以 航運股呢 你要用一個搏它的角度 但是搏一些未發生的事情 這些事情會不會發生呢 那個航運的需求會不會收復呢 我覺得需要時間去驗證 需要時間去等的 1919最典型 不是一隻的航運股 你這些時候 你就搏它補了整個列口去到九元 但是空間不是太多 但我想問 但是那個列口在哪裏 我想問 那個列口在哪裏 那個列口在哪裏 1919有個列口 原來 真的難以嗎 是不是很像 都在上方 都幾高的 上方的位置 九個半 那些位置 噢 為什麼我會跟你說 航運這個版法呢 我看到今天其實很多大行 都開始唱好航運股 我不是說大家信不信大行報告 或者怎樣 但是他們說 接下來這個農曆新年 就說有季節性反彈 預期的運費就會高 即是高過即期的運費 但是因為我有朋友 真的在行裏面做 但是他有做空運的 他在說英國 或者其他國家 基本上是沒有貨運 沒有貨運 其實他們是要減機 減航班 所以我心想 其實那個航運業版法 是不是真的那麼暢旺 我有個懷疑 不暢旺 很明顯 因為那個運費 暢旺就不是運費那麼低 是啊 而且你剛剛說了一個點 就是市場上的環球經濟 接下來就有CPI繼續推出 現在市場是0.25厘 但是我就想跟你說一件事 就是因為我今天看到 都比較多新聞 是說美國那邊的經濟 和裁員的數據 譬如說Intel 接下來高層又會減薪25% 這個是第一單 第二單就是PayPal 就計劃裁員2000個員工 是說佔整體的7% 還有之前未計算Google、Facebook、Apple 這些全部都有裁員 之前也有說過 你那個經濟 其實你那個裁員 應該怎麼說 裁員數據 是會比較落後的 如果那個裁員率是升了上去 其實就預期你的經濟是真的會一路走下坡 所以現在那些人經常在說 在估計美股應該見底 或者整個市場見底 你覺得是不是呢 不是 我們先搞清楚邏輯 就是通常裁員到高峰的時候 或者很厲害很絕望的時候 通常經濟已經見底 由於股市跑贏 經濟通常是半年 所以股市是可以看好的 如果是這樣 但是你覺得是不是 現在這個走勢 現在你要我拿著錢去搏 你問我搏什麼板塊 我看著港股其實我沒有什麼搏 我買美股的 我會 就是晶片類那些 晶片類那些 晶片類那些 晶片 不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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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如果你這樣說 他現在裁員的高峰 算不算高峰為 因為過往的歷史數據 我真的不太熟 但我這樣說 高峰永遠過了才知道 你又說得對 你又說得對 但現在的情況 不是很不妨 這些叫什麼 血流成河那種 對企業來說 仍然是正常的裁員 可能說 不是啊 什麼叫正常裁員 美國的企業 一有不妥就斷 就是一堆人 對他們來說 人力是資源 這個也是常態 現在仍然處於常態階段 坦白說 我看到 現在是超多 現在還在說 又要裁財那7% Intel 不叫你買 但是AMD 真的行 美股 AMD是行 AMD是行 AMD一向都行 好像剛剛有新聞 但我看過 我沒有細看AMD 有新聞 這個詳細再說 是的 另外一個版塊 就是 今天我都要跟你說一下 車股的方便 因為比拉迪 比拉迪 比拉迪 因為比拉迪 他現在 今天下午 不是早上 例如說 匯豐這些不算 但比拉迪的升勢 是升6% 今天就做過最高262% 然後再檢查他 有什麼東西可以誘因到他升 除了這個股神 不停托高沽 還有一些日本 其實現在他打日本市場 古神有托高沽 我今天好像看到花旗也有出來沽 你看到嗎 我現在看 股價升的時候他沽 不然他托高沽 我當他是這樣 我不管他 那些人都是自己說的 但我就是說 今天他有一些新聞 認真說 日本方面 其實他開始主攻日本市場 然後他接下來會在日本 除了推的那一輛 是否叫Ato Free 我那天在香港也看到 另外就會出 2023年 就會出一輛小型的電動車 叫海豚 另外 下半年 2023年下半年 就會出一輛叫海豹的橋車 即是接下來 其實他都會陸續 在日本那裏 都會推出不同類型的電動車 電動車型 日本就很難成為他的帶動和催化劑 但是 你在日本市場可以有一席位 對你環球的策略是非常之有作用的 這個就不能夠否認 這個就 我覺得需要時間觀察 我記得我在節目 不記得是這邊 還是旁邊 我也跟你做節目 說比亞迪 其實接下來的動力 一定要看回海外市場 因為內地的EV市場 基本上都飽和 還有增長就開始放慢 這個不可避免 之前的增長實在太厲害了 還有現在的競爭都白熱化了 去到內地 但是就要看海外市場 會做成怎樣 大家可能會擔心 比亞迪怎麼跟那些本地僵去爭 但是日本 始終日本有多有趣 它的主流都是一些混能汽車 甚至乎它連輕能車 它的發展都比一些順電車 風田夠大夠強 它只有一款全電動車 其實就是 變成日本廠商 樂觀看就被你壓著打 你有優勢 你先做 但是問題是 你在日本 你建不建立到一個很好的供應鏈 斷股都不會這樣做 比亞迪斷股都在中國做完 然後交付去日本這樣做 如果在這樣的情況 在中國的供應鏈 比亞迪就有優勢 電動車供應鏈 它畢竟走過這麼多年 它真是厲害 所以這個就要看市場 受不受到它的車 我舉例 不是我們可以用這些數據分析 這些你要看市場的銷售數據 暫時來說 在香港只能夠說一般般 它佔了席位 但是你不會先數它 是 看看它在海外的情況是如何 至於 你說 我說在日本購買的 其實是大約26萬港幣 是否比香港便宜 不是差不多20多萬 不要玩了 30多萬給亞迪你會買嗎 其實20萬給亞迪我都不會買 對不起 因為我真的不一般給亞迪 20萬就會有競爭力 當你每天要用車的時候 其實在香港 它受了兩個因素 第一就是芯片 第二就是訂單 其實你現在訂的給亞迪 都要限定6至8個月 我沒有記錯的話 初出的時候很快有車 有現貨的 但現在就要6至8個月 都很多人訂的 因為始終它有售價的優勢 你只是它是MG 它的價位 或者是韓國車 幾元充電這麼屈 幾元充電 幾元充電 幾元充電嗎 日本是 幾元充電嗎 幾元一度 對 你現在Tesla充電 其實都是給多少錢 都是給入場 你說Super Charge 還是插三腳插 兩邊呢 插三腳插不用錢 停車場有的 就是你給停車場充電 費而已 對 但是你不要想著吃頓飯可以充電 充電到你夠回家 因為一個小時是充電2度 13A那些 哈哈 是啊 你等我一會 你慢慢吧 你慢慢吧 會買給阿迪 不過就買牛熊證 我要好好珍惜你 我突然間出現一些 閃電線的情況 又來 是啊 有些線閃了進來 我竟然很奇怪 閃電線的意思是 你說有電話打進來閃電線 還是我們的疾機 行了 OK 不好意思啊 這些技術問題 永遠都是困擾著的 現在沒有問題 為什麼是我跟你做才有技術問題 你剛才沒有嗎 我剛才是做電話的 用最古老的方法 所以是沒有這個問題 那沒有 不好意思啊 繼續說 他說買給阿迪 不過就買牛熊證 我說我現在要好好珍惜 未夠班的留言 但是呢 說起牛熊證 我其實今天也想問一下你給阿迪 我之前也有跟你說過 我想你也認同 就是不要沽他 因為他走路其實很漂亮 但是今天已經完美補完 你這個真的是裂口 還未完美 265元 先看著265元 如果265元他明顯卡住了 你就要小心 你就開始紅了 都可以的 你說是不是這個裂口 對不起你看到 9月1號那個 是這個裂口 給阿迪 是啊 是啊 看就看不到 我看我的圖 其實你要去到265元這些位置 是 完美補裂口 你真的要站穩才行 還有是 碰一下就算 我通常都是碰一下就算 原來不是的 我會有走勢陷阱 我會 你圖是畫得出來的 你給他多些超過測的空間 那圖畫出來的成本就會高了 是 如果是這樣 265元其實也是看明天的 是 看看能不能站穩 Ecar Day的話就沒什麼意思 站穩就好 站穩就好 他的股價 其實理論上會做好一點 你也千萬不要紅他 那些時候 他下一集就要看290元那個位置 那些平台去的了 真的很厲害 如果你說比亞迪的話 我覺得 但是 RSI呢 比亞迪的RSI很有趣 他的啟示性不是太大 沒有那麼夠大市那麼大 恆子的RSI那個啟示性是很大的 你記得上個星期我們做事務已經提醒大家 不在這邊 在旁邊 是 太多 喂 那時候恆子是80 80是講到2021年那時候的情況 是 大家記得恆子在31100那些位置 一直滾到14597 我記得你有說過 是啊 但是期指那方面也是 期指一碰到80之後馬上回答 是的 等一下我開到夏月了不好意思 現月 給阿迪我們馬上看看RSI 但是如果去到70也會有啟示 70 現在是70 現在是 今天是多少 今天是75 75 70樓上有些啟示 你看看他跟大市也有同步 去年5月 去年7月 明顯見頂 那時候去到70樓上 如果在2021年的11月 只能夠離頂不遠 只能夠 啊 我開回了 因為如果遠一點來說 RSI對上那次70多 是6月1號 那些時間 6、7月那些時間 其實就跟著回答了 是啊 那這個啟示算不算 要注意一下 如果要薄控 需要的 這個時候薄控嗎 不如轉世吧 不如 嗯 你真的走得很短可以的 但是都等他 起碼你出了鼻瘤針 或者出了低高 你見到今天 他連intra day 你看五分鐘圖 或者一分鐘圖 他其實還沒掉頭 我這些時候去做淡 有些危險 我自己會擔心 嗯 覺得他吸吸有力嗎 暫時也是的 起碼先穿258 大哥 是嗎 給我一點點 一些技術操作 這個要 明明 即是今早那個 一開始 標上做了一個 平台少許位 平台少許位 即是這些位 大家可以看 是的 平台位是256 256 258 你當他後抽 其實也是 我覺得要 下回去 你如果說平台 今早開市的位 256至257 那些位 起碼要下回那些位 但這些位 你紅到 242 242 那你紅得 你當然是有點紅心 對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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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為今早開價都是240元 我看錯了 我以為是 OK 他在說三腳插 有人會拉電線出去插三腳嗎 有 你家裡可以拉到就可以了 但是 這個 你又不能插 你是不是要插一整晚 那電費不是很貴嗎 不會貴的 都是一分鐘 都是一個小時 就插兩度 13A 噢 一度電過幾人錢 但是你Tesla要插多久 如果我真的用這些三腳插不插 那個概念就是Tesla 我那一架 整架車就70度電 插爆 由零到爆是70度電 是 平時插九成 是 即是你不會插爆 我不會去到零才插 所以 每晚回去 好像手機一樣 如果每晚回去插個讚 其實你第二天就很方便地用 就是這樣 這個概念 當然 你的插位是有限的 有時候 人們會拿去超級充電 Tesla 超級充電 它一到電就貴了 貴過我們很多 但是它很快 它可以 你只剩下十幾個百分比 一個小時內 你可以插爆 插回九成 是 這就是概念 現在又突然轉換了股價 所以我可以讓他們 不就是樓價 我可以讓他們說 另外一架 樓價很熟 樓價很熟 現在的村屋賣得很貴 他說 那當然 我就要跟你說 另外一架車就是175 極黑 我想問你一件事 因為黃家俊說的話 我有一點點不太相信 什麼叫緊湊型USV 緊湊型 只是比較小的SUV 即是小的SUV 不是 如果是Toyota的話 小RAV4一級的 那些叫做COMPACSUV 即是那些叫做 那一格叫什麼 CHR 即是什麼 你搜尋一下 CHR是什麼樣子 CHR 即性能沒有那麼高 還是怎樣 但是不關內隆事 小一點 那算不算 算不關內隆事 它跟我解釋 就是緊湊型 即是紮身一點 是啊 沒錯 即是對嗎 對 為什麼不對 你懷疑位置在哪裏 我懷疑位置是黃家俊經常跟我吹嘴 所以我不想 我寧願問你 但是它就說現在這個175 說極黑 接下來會出一款 叫緊湊型的SUV 然後它旗下 那個蓮花 其實都會透過規格上市 近來其實這個 吉利亞 都 不過受制於這個250天線 留下壓住了 但是也是其穩在13個位置 你覺得如何呢 這個 駁逆率 或者駁上還是駁下 直駁率 對 駁一下 要駁就駁一下 駁到15元 有沒有 對 駁到15元 15元 對 沒有的 其實你手好下壓住 12元 那些位置 駁到15元 我覺得有直駁率 對 但是你 你說基本因素 就 它一定不及龍頭 你極黑 雖然說 也叫做極賣得 叫做萬幾車 出到 它供應的鏈管 也是非常之好 但是 其實在內地的EV市場 一來的增長放慢了 二來的競爭很激烈 是 算了 那叫做有大牌加持 不過這樣 吉利在傳統汽車的 即是一些IC企業 裡面 它在EV或者新能源汽車裡面 它做得算是好的 始終它幾個品牌 它裡面的一些供應鏈的整合 它算是OK的 例如 整個集團 不只是說175 呼號 極黑 還有是不是叫極星 Polstar 不是不極星嗎 是嗎 中文好像叫極星 忘記了 可能要檢查 英文Polstar 現在在香港也開始賣得行 一架EV 你看它也算是頗進取 而且佈局是頗早的 是 因為電動車 跟其他車一樣 就是你那個成敗 就不是車款那麼簡單 而是你整條供應鏈的管理 很簡單 你說車款 大家都認識Alfa Romeo 這些車 誰夠那些車漂亮 但是你整條供應鏈的管理 搞不定 所以你很難跟那些 德國契的車廠比 來到現在EV的世代 你最王者的供應鏈管理 就一定是Tesla 所以他沒有利率這麼高 比亞迪因為也錄了這麼久 錄了20年 所以他在一些電池 電筒的技術上 也是掌握得很好 這個也是他現在可以做龍頭的原因 嗯 但是除了這些 還有沒有 為小李 你覺得如何 今天好像是否小鵬 都出了一件事 就是說 他那個飛天車 終於批了牌 超 超 你看看小鵬 小鵬是把轉規為形的時期 由原來2024年延遲到2025年 大哥 你意味著什麼 意味著這一堆 你不用指望 他在未來幾年會賺錢 你做車 現在不是做Tesla 不是做軟件 或者賣衝景的一些企業 你沒有錢賺 怎麼搞呢 搞不定 你還有就是 例如一些 為小李之外 還有一間零跑 你連無理也沒有 那說什麼 所以 你說 對不起 我說今早也有跟大哥看過 那隻零跑 都是好像一般 963 是啊 我現在純粹說基本因素 說上式 你錢也不賺 賺錢又無期 你面對著 現在的競爭又沒有什麼板斧 請問搞什麼 可以怎樣搞呢 嗯嗯 是啊 所以你問我 如果要投資為小李 就不要搞了 你真是有錢 做一善事好過 你如果要炒的話 喂 1211 其實還好炒 不過炒論證 當然 入場費那麼貴 很貴 好像259 那時候看七十多元 誰想到他升得這麼誇張 超誇張 他在說啟德公屋很爽 一流地段 喂 你住人豪宅地 不如在中環起 哈哈 即是在海皮 真的亂來 不過現在中環海皮 不是很大的位 以前做AIA的遊樂園 那個叫什麼 現在沒有的嗎 AIA 沒有啊 沒有嘉年華 沒有的嗎 現在還有 有個摩天輪 但本身旁邊是有個嘉年華的 動不動的 為什麼不動啊 摩天輪 我不知道啊 是不是瘋了 20元 那天坐的士跟我說 那個的士司機 快點去玩 20元 20元抵錯啦 他說很抵 但你排隊排一個小時 你排不排 我不排 要排一個小時那麼久嗎 我試過啊 真的不排 真的不排 看香港而已 不如去IFC吃飯 看著海景算 是不是這樣說 你這麼富貴 摩天輪20元 你去買個漢堡包都可以坐在外面吃 對著海景 這樣便宜 其實我不買個漢堡包都可以坐在外面 小鬼給你25元 我現在幫他們回答一些問題 因為他們有說一些內銀 3968 他就這個49.7 不過就想問一下你那些指責指洩位 跟著北水呢 其實近這一陣子 他都沽一些內銀 銀行的 譬如說建設銀行工商 加起來也沽了6億多 銀行股的話 是啊 也是葛理狗塞 沒有貨的話 現在買就不移的 這個內銀股其實 其實你先前買的話 低位買 或者低位沒有買 這樣說 低位沒有買 我不覺得是走保的 你其他的板塊 其實你一是跑完大市 一是跟大市同步 內銀充其量都跟大市同步 就算買一些指數產品 其實你都可以跑完內銀 所以沒有什麼走保 我會覺得 好了 現在買還不遲 我覺得有點遲 如果整體大市是見頂的話 內銀同樣是會見頂的 如果大市還有得行的話 其他股份其實會跑完內銀 內銀 你看回例如 剛才問3.68 指散指洩位 小心點 看著那個下跌 對不起 那個上升的通道 的下續大概在48.5 48.5 就當作指洩位 我會覺得 下方直指 就是這個50天線 50天線應該是43元左右 好了 上方的話 其實現在的阻力開始大了 來到這些水平 過完這一關還有50元和52這兩個位 始終內銀在基本因素上 要小心一件事 基本因素就是一些 可能買來收息的人 要考慮的一件事 他因為要配合國策 其實他要做很多 一與一定比例的 一些內房的貸款 這個其一做的 其二就是 他們在投資上 都要買一些內房的債 這兩個因素其實會影響到 他們的資產質素 但是我們未必說會這麼容易 在財務貨幣看到的 很簡單 以往一些所謂不良貸款 是可能拖數拖了半年 現在把不良貸款變成 拖了一年才叫不良貸款 其實你已經顯示不到 在財務貨幣上 當然實際是不會這麼做的 純粹簡單的解釋 這個其實要小心一點 所以很多朋友 就喜歡買來收息 但你就要想 那個波幅可不可以微補到 因為浪人的波幅都很大 嗯 如果這樣算 連同五號仔 講完五號仔 是 今天都開始有裂口 算不算裂口 不算的 但不算太算 回到少許堂的跡象 56.6毫半 但近這幾段 由11月一直扯扯扯扯 上去五十多元 接近六十元 但有些粥有點大 對 算不算害怕 不如看多一支粥吧 看多一支粥吧 看多一支粥嗎 對 我想搞的 看它會不會出多一支這麼大一支 好啊 那些大支東西很害怕的 我不是說你說一些粥 我想說一些腐粥 楊冷布你想說 哈哈哈 夠了 夠了 可以看著二十天線 對 二十天線 它有機會試一試 下去試試二十天線 五十四 是呀 五十四個六 是呀 五十四個六 如果你按過這支 如果看RSI 有沒有指示 可不可以看一下 因為其實它今天都 真的是 抵抗的 嗯 那些RSI 都幾值 抵抗 其實是好事來的 對它來說 不過是這樣 匯控一向都可以超賣 再超賣 再超賣 反過來又可以超賣 超賣 是 我明白你 是呀 懂得那些支足 對呀 不是呀 因為陳靜心經常煮飯 然後我一看到她 她說支足 我就想起一些食材 不過我又不吃羊 所以支足羊腩煲 不用預算我 哈哈 我支足火爛飯 我可以的 即是那些男人的浪漫 是嗎 是 我懂的 1810呢 我不知道 因為Ryan 好像也不太喜歡 1810 1810這段 純粹是最落後 是啊 你說起追落後 你先回頭 你說完這隻 我又有一隻追落後 我想問你 哪隻啊 1810 不是呀 你說完這隻 1810 純粹是追落後 其他 例如騰訊 阿里那些 它 叫齊章 但是 始終別人是平台企業 它就是工業股 工業股的股值有限 現在它的市盈率已經是14倍 14倍算是貴的 其實 是 這個因素我覺得要考慮 除非你整個市場充斥著錢 錢多到沒有地方買 就會覺得十幾倍 已經很划算 這隻科技股 這樣 它還可以升 嗯 那麼 給你多棍子 給你多棍子 14.5倍 但是現在不是這個情況 現在市場不是真的這麼多錢 基本因素 小米 發線捉塵 我會這樣形容 去年那個手機出貨量又差 是 造車那裏 它 叫做 正確的就是 大家已經叫做有個路線圖看到了 預視到它好像未來可能會出車了 真的 那個設計圖都外漏了 但是 又回到剛才所說的因素 你出貨量又怎樣呢 你可不可以帶動到那個 企業的盈利是持續增長呢 都不說盈利 收入你都要很靠那個 就是一些市場策略 市場開支去驅動 這個我覺得不是太樂觀 是 好 講完這隻小米了吧 你笑什麼 是啊 你笑什麼 沒有的 哈哈 不是的 因為他說男人的浪漫是冬瓜火冷飯 不是豆腐火冷飯嗎 冬瓜火冷飯 我記得是豬粥火冷飯 原版就是豆腐火冷飯 是 也不是冬瓜火冷飯 冬瓜火冷飯也很好吃的 哈哈 我說另外一隻比較追 我們剛剛不是說起小朋友股 雖然說是 要放棄一下 就是不要追 但是因為其實我今天有看過這隻 海芝萊 你有沒有看過 212 LEGO 2122 是 LEGO 這個是LEGO來的嗎 香港LEGO 是啊 一個分銷箱 我沒有研究過 但我純粹是想 你今天沒研究過 那隻股 不是的 我真的沒研究過 所以就打算叫你講一下 因為 還有現在我看這隻也是遊戲玩具股 我不知道是這個 對不起 你記不記得得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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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是他咖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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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咖� 這些是否不關於看市值的事? 市值通常是在賣殼 我們習慣了一個概念 現在的殼價多少多少 你給市值多少多少 資產證多少 但是如果你剔除了賣殼這個概念 其實市值我不敢說沒有意義 但是不等於幾千萬 十億就等於貴 又未必是這樣算的 始終都要算賺多少錢 我們回歸到最基本的時候 它的盈利比較飄忽 而且以往都不乏洩錢的時候 即使不是盈利 你算它的收入 我不敢說差 但是波動比較大 計算基本因素 它的情況會是這樣的 所以我今天純粹找一些 BB類遊戲 玩具 生出來要玩的 一定要 我買玩具真的買到窮 它不只買LEGO 它有什麼玩具都有 但現在的LEGO也挺便宜的 但我買一些給小朋友 例如蝦咪的那些 原來都是八多元 八多元 八多元 我小時候有多好 你想想小孩有多少歲 幾歲 八多元的玩具有多好 大哥 大哥你怎麼可以用以前的年代說 現在的年代不同 現在是你有錢 沒有我也是靠你的 不是東西便宜了 而是你有錢 我小時候和大哥 LEGO一向都是相對貴的 因為我經常都以為 LEGO是要五六百元一盒 然後我那天經過一百多元 五百元一盒 我覺得很貴 你買一間警署回來 應該要的 警署 我買城堡 通常警署我不買的 警署我也是 買郵票算 主持嘉賓多謝 哦 想買LEGO的打字機和勤 嘩 三千元一盒的 原來 五位貴的 哦 是不是操作到的 其實它有些給大人玩的 我現在就沒有什麼研究 早前買了一架電單車的 是啊 不過沒有馬達的 只不過它拿了拉承 它拿了一架真電單車的拉承 所以它砌出來是那架真電單車的樣子 哦 所以你是說你買了LEGO的電單車 當然 我想問沒有馬達的電單車 那接著呢 但是你砌了多久 還沒砌 還沒開 純粹放在那裡 沒事了 你慢慢操吧 我是買來送給別人的 那個人還沒砌 砌完看看如何 先說八三八 因為剛剛有人問八三八 今天也升11% 1.31% 如何呢 這些車 其實都是車類版塊 是的 是的 你覺得帥不帥 你如果要駁彈EV車 都是駁彈這些 怎樣都好 不過做車身勢力 我會覺得 如果這樣 五百米都可以連住 可不可以 好 可以的 他們很同步 八三八和五百 是 現在橫紙夾上去 一百三十 一百二十五 不過要整固一下 但是就算是很確認 那個二十天線 是有個支持 我會覺得 起碼他沒有碰過二十天線 二十天線 二十天線是兩萬一千多天 看不到 應該二一四 是不是 我沒有記錯的話 差不多二一四五百 一百四五百 一百五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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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Lego個別炒到上飛天 是啊 我家裡有一盒 我不知道大家 知不知道有沒有炒的 就是Simpson Simpson Simpson HomaSimpson 嗯 還是SimpsonHoma 我忘記了 你要問問大家 是 超市場版 我還有一盒 還沒開沒拆的 還沒開沒拆 還沒開沒拆放在這裡 我打算看看可不可以炒 等我練腦的時候 年老的時候 是啊 你又笑了 我又這樣說 如果你不玩那樣東西 你走去炒那樣東西 通常都會失敗 這麼大王 你想想 例如錶 紅酒 車 如果你走去炒這些東西 你本身就沒有研究 不喜歡的 沒有感覺的 其實你通常都不會炒得到 我是因為純粹喜歡Homa 然後我就買了那盒東西 是啊 你真的喜歡那個東西 這樣就好很多 是啊 所以我就沒有 6128抽相也抽了一棍 但6128好像是 上個星期也有問到 可不可以看看 因為炒車股 有嗎 是不是我啊 是你啊 你和社長 問社長就是吧 我可能在做其他事情 那也是 但6128其實也抽了一棍 還有這隻 算不算是給乾淚呢 我突然間又記得 好像說過 是呀 我都跟你說的 有 這隻相對是夠乾的 二百多萬錢而已 是啊 這些股販 應該是概念炒的 我覺得還可以的 還可以轉一下 炒車很大 一段八毛錢左右 至少都會看 是 另外 區塊鏈搞什麼人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在說什麼 但是 就 說完20 因為20 他的意思是 很多炒 炒 可能炒基礎 或者搞區塊鏈 或者是 不是 那些概念的人 他們一樣炒得 那意思 哦 但他們真的做IT 他們真的做區塊鏈 真的做區塊鏈 有很少不知道什麼是區塊鏈 但是 如果你說蜜蜜 我記得 這個真的上個星期說過的 其實是欠缺一件事 就是欠缺你的蜜蜜 要有用 那怎樣才有用呢 至少可以用來做交易的 每界 現在還未廣泛到 即使你最流通量高的 Bitcoin 和以太拜 其實你都 你拿著一粒Bitcoin 你買不到東西 你不要換回美元 你現在不可以直接拿它來買東西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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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要去到那個時候 其實你真正整個蜜蜜蜜的生態才完整 嗯 嗯 但是蜜蜜蜜現在 不好意思 因為彈了一些東西出來 是說生物科技股忽然在升 是 嗯 轉頭去 其實都 難炒的 生物科技股 老實 13如何 3% 好吧 因為生物科技股一定要跟細炒的 它走上去你就跟 是 我自己覺得13可以的 嗯 因為剛剛就是看2137就爆了16% 然後 13都正在走的 13吧 是啊 你看一下這分鐘圖 是 等一下 一分鐘 哇 是啊 是啊 OK的 其實 成哥這隻算不算最容易炒 不算 不算 成哥不會有一隻容易炒 但是這隻成哥 喂 你問一下13死多少人 就是輸多少人 哦 輸多少人 是啊 輸多少人 多少人五十幾元買 五十幾元 然後四十幾元那一轉又有 哈哈 哦 那倒是 現在做小兜兜 成哥 你說真的可以拿 有些股販 例如 一號仔 旗艦那些你可以拿 一號仔 那些 但二炒就比較少二炒 是 那些 這麼波動 以前的人不是就是用比特幣買薄 很多年前 很多年前 那時候我也不知道出生了沒有 另外 看看還有沒有 八三八講座 一百零那些講座 那你還有沒有 啊 玻璃也是 他們剛才就說玻璃股 是不是都可以炒 但是我就想說 我就這樣開支3300看 其實都已經爆了差不多兩個星期了 炒吧 玻璃還可以的 還可以繼續去嗎 除非市場突然間又不相信經濟復甦 那你如果在這個復甦的故事裡面 那還有一段下 那 中國玻璃好還是順義玻璃好呢 順義玻璃吧 升勢落後一點 868 868 對 還有相對低位 他仍然是 還有沒有什麼相類概念 相類概念 相類概念 如果你炒復祥的 都會炒這餐飲股 那些是否叫餐飲股 你知道我一向都喜歡一隻9987 9987 但這些聲幅就相對很均和 對 慢 3606 慢 但起碼那個波幅就沒有那麼大 嗯 還有他有說過 有個三文藍三文像是3606 福耀玻璃 哦 OK 玻璃股 3.06 是的 OK的 即是都比順義玻璃好嗎 我不知道 因為我平時炒它 我覺得 順義玻璃有直播率一點 8.068 8.068 8.068 好啊 那接下來我和你星期五就再見了 哦 對 因為差不多完 星期五我應該做不到節目了 不是吧 為什麼 有社長嘛 我沒有空 只有我和社長 又是大戰社長 好啊 那我下個星期見你了 好啊 非常好 非常好 感謝 多謝 我最喜歡和阿薩薩 因為很快 現在恆子 恆子21980 現在夾了一點 所以 我不知道現在這個波動性 我沒有怎樣買牛熊仔的指數 我不懂得玩 不懂嗎 再說吧 今天不夠時間了 再見 感謝 下個星期見 拜拜